今天开箱一下华为的P40 Pro 因为在澳大利亚呢 它只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银灰色 还有一种是蓝色 而且只有一个型号是256的 我现在把它打开 我买的这款是那个银灰色的 现在把它拿出来 把膜撕掉 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盒子里头有什么吧 这个里面呢 应该是一个 对 它是一个手机壳 是一个软硅胶的透明手机壳 然后一些说明书 华为最大的痛点 在国外就是不能用Google Play 但是你如果在网上找教程 一步步跟着做 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这个呢 应该就是那款40瓦的快充头 这里还有电线 耳机 就是基本的标配了 来看一下这个银灰色 其实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 把这个后面这个防尾标撕掉 我们套到套子里看一下 还是很贴合的 来开机看一下 我之前呢一直用苹果 用了很多年苹果 后来在华为之前是 OPPO Reno 3 Pro 因为用了不到三个月 然后被我摔坏了 然后我就决定不再用OPPO 就换一个华为吧 但华为的手感和质感 我觉得还是比较上档次的 然后跟大家再分享几种 不同条件下的照片 这是纯夜晚的院子 谢谢收看 5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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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